有人经常在问我说 老盘到底是实事造英雄 还是英雄推动时代的进步 我就不给大家讨论了 就是实事造英雄 为什么呢 10年开始 消费互联网的诞生 这10年成就的几千亿规模 如果再往前推个10年 这20年呢 整个中国的财富房地产 如果说从现在往后面看 叫产业互联网 如果说从现在再往后面看 20年内看中和 也就是未来二三十年的机会 探征和和数字化结合 会让整个中国所有的产业 都会重新优化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为什么我2015年开始 重新做一个爱家生活 这样的一家公司 是因为从10年开始 衣食住行重新再优化 也就是说除了住这个领域之外 每个领域都有 千亿金美金市值的公司 所以我给我几个搭档说 住这个领域一定会出来 千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我说我们来干这个事 是不是我们能干成 是不是说我们也不一定 但是肯定有这个机会的 我们就这个原因来干了 爱家的这个事 就要吃饭了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